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史乃莉 感恩节快到了 在美国感恩节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家家团聚 然后一定都有火机 每一个人的餐桌上都有火机 我们今天请到罗老师 尺坊流的教授 为我们来示范 用花来制造一个火机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啊 有啊 因为现在 你说找这么一帮人到家里 好像还是有一点不方便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花插成一个火机 然后放在网站 也是邀请大家吃火机 大家亲友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火机是用花做出来的 那一定是非常特别 我们期待 对 好 我们请我们罗老师来帮我们 来示范一下 用些什么材料 还有他的学生剑 一起来帮我们来示范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火机花 好 罗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吗 好 首先呢 你要找一个椭圆性的盘子 你说老师我家里没有 那就装鱼啊 装白菜啊 长长的一个盘子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一样放个花泥啊 就是Oasis 那我们首先呢 要把它铺成 把这个叶子 为什么要铺成一盆叶子呢 你就是要把这个绿色的花气 不好看吗 把它遮住 可是你要怎么样保持它椭圆形呢 我把它拆下来 就是呢 你在这边插了一片 然后你看哦 不是往天空插 是向下垂 这边有一片了 这边再来一片 这边有一片了 这边再来一片 这里对角 对角线插 把它对角线插 然后要往下 第一层都往下 往下插 好了 插完之后就插第二层 一样的 这不是有空隙吗 补了一支 然后这里再补一支 这样子 好吗 这就是铺成叶子的第一个方法 那还需要些什么材料呢 我们需要一个火鸡头 还有尾巴 用枫叶做 那我们这个胖胖的20磅 30磅的火鸡 就用这个康乃馨 身体 是是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颜色不是染的 天生的 好漂亮 可是万一呢 你买不到这个 来 这有个材料 是喷花的 那你就拿白康乃馨 把它喷一喷 也可以 这种颜色都可以 可以 但是因为感恩节 我们就用橘色 橘色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叫巨洋尺 巨洋尺就是铺成 然后等一下还要做它的尾巴 然后再来就是麦穗 因为是丰收 我们把这个呢 也是等一下要搭在这个火鸡尾巴上 现在是小菊花 这个呢 就把它围圈 英文叫胖胖 那这个菊花也不是染的 天生就是这个 Ground color 那在这个感恩节 刚好就是感恩节的颜色 对 这些颜色呢 都是感恩节才有 等一下我们再擦一个 Happy Thanksgiving 然后我们期待让学生慢慢把它擦出来 进来帮我们来完成 来慢慢地制造一个火鸡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火鸡头 大家看其实它就是一个天堂鸟 那真的很像火鸡的头 因为我加了眼睛 这个眼睛怎么加上去呢 大家看 就在这边拿个胶把它这样粘上 是吧 就会变成这样 就火鸡头 好 那擦这个的时候呢 好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圆针上已经擦好裙子了 是吧 好现在擦火鸡头 好我等它剪完 我大概讲一下 好 来大家看 火鸡不长这样子 也不长这样 垂头上去 那怎么办呢 45角度 看到没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用想象的 这一个火鸡大肚子 等一下尾巴 不就是一个火鸡了吗 那我们现在让静 好好擦完它 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看 我现在来讲 你看 首先要有第一只 那这个第一只就是 你现在看老师的手 就做一个像不像火鸡肚子啊 看老师的手啊 我们就讲一个像半个皮球 那你在擦这个半个皮球也有方法 首先呢 你不要擦这么高 不像了 对吧 所以比这个头呢再低一点 然后我通常哈 通常在擦花我都要学生先换个十字架 看到没 先换个十字架之后 这个第一只 最中间 接下来哈 哎呀我们主持人太棒了 你上过我课吗 没有耶 那你什么都知道 马上要去报名了 然后接下来两只两只剪哈 就剪 剪完之后呢 跟刚刚擦花一样 有一只 又一只 然后呢比它矮一点 老师要矮多少 不管 你就先插进去再说 你看到没有 哦 有没有看到 好然后再来两只哈 我也不知道它多 然后一样哈 要把这个打开 打开一点 哦拍拍拍 拍拍拍 好 刚刚不是左边一只 右边一只 现在前一只 后一只 可以想象吗 快出来了吗 哇你的身体已经快要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好我们让剑把它完成 我们现在呢 在铺这个菊花是做什么用途呢 第一个增加色彩 第二个呢 你们烤火鸡 是不是有叫 叫什么 stuffing 就是不是有 马铃薯啊 又有什么 对不对 这就叫糯米啊 这就是那盘菜 我们把它围一圈 第一个增加色彩 还有呢 最主要就是把 挡住一些 挡住这些缝缝 把缝缝也挡住了 看着火鸡就要成型了 对 我们现在要做尾巴 做尾巴就完成了 哇 哇 这火鸡的身体 好胖的一只火鸡 看八到十磅重 我看不到 然后现在怎么样 要缺个尾巴 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老讲它火鸡火鸡 我们叫它孔雀开瓶 也是 把它倒了一个小孔雀 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 把孔雀加尾巴 好 就像个孔雀开瓶 一个扇子型 然后呢 我们还要加一个 领花 就给它绑上 然后呢 因为过节嘛 我们给它打个花节 给它放在这里 是不是 哎呀美极了 这只火鸡弄得好美哦 好像那个白宫的那只火鸡 是是是 然后接下来就要用这个 用这个是什么呢 是干燥的 枫叶 枫叶 然后我们把 翅膀 好 可以把翅膀铺陈起来 好我们现在呢 虽然是火鸡 但是我们把大大的尾巴 弄成像孔雀开瓶一样的美丽 是不是加了 加了这个枫叶 然后再来就是用那个麦穗 对啊 把它加一下就觉得 这样看起来好生动啊 对 这等于等于是最后的一个点缀 是最后的点缀 然后呢 火鸡是已经成型了 火鸡成型 然后你也可以有这个 Happy Thanksgiving 我们就给它擦在这里啊 就可以摆在家里也好看啊 那要送人也很棒 送人也很棒 那为什么要加麦穗呢 第一个要增加它的那个翅膀的这个 这个 像个孔雀开瓶的样子 还有就是因为 Sciencegiving是什么意思啊 也是丰收 对 对 所以看起来就丰收的感觉 哇 这就是我们罗老师的独家火鸡花篮 是不是很棒呢 你们在家里面可以试着做做看哦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罗老师一定会回答 你不要忘了给我按 赞 谢谢大家